终于看到热乎的王俊凯了,王俊凯化身成灵魂的吃瓜人,吃瓜工具却让人疑惑。 王俊凯坐在沙发上,用勺子吃摆在桌子上的西瓜,西瓜的边缘竖着两片西瓜瓣,没想到王俊凯给西瓜做了个耳朵。 粉丝们发现王俊凯吃西瓜的勺子居然是一个漏勺,本以为是王俊凯自己选择的漏勺,没想到是工作人员为王俊凯准备的,看来坑老板还得是工作人员啊。 除了用漏勺吃西瓜之外,王俊凯还自创了用挖的西瓜来作画,对着旁边的工作人员说,自己可以挖一幅画出来,然后看着这个西瓜说,这是动画片葫芦娃里面的大娃,然后接着又用勺子继续在西瓜里创造其他的画。 工作人员无意间提到了王俊凯的外婆家,虽然有说有笑的,但后面那句太久没回去了,太令人感触,言语间满满思念。 有不少新细的粉丝,从王俊凯的穿着打扮中,猜测到了这个视频应该是在拍摄电视剧《重生之门》时所录制的,而粉丝的猜想也确实没有错,看来在工作至于吃西瓜可以说是王俊凯放松和治愈的时刻了,让我们好好期待一下王俊凯的装文节吧。